您好,我是五年甲班江逸琳 今天我要為您介紹的是黃宮旺的作品 《復春山居圖之平沙闊語》 這幅畫是復春山居圖筆墨用的最少又最精簡的一段 黃宮旺大膽的使用簡單的筆法 隨意的勾勒出頻繁的頻波、近景 對照著大片的留白江面 營造出在山水絕中提到的闊源景象 就像拍照時使用廣角鏡一樣 給人帶來寬闊又舒服的空間感 而剩下的畫面留白處 更加的給人無限想像的享受 江面上的兩位漁夫似乎正在聊天寒暄 顯示出黃宮旺的功力很強 僅僅用了簡單的幾筆 就能夠傳神的描寫出漁人悠閒的意境囉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我最喜歡的部分是江面上的兩位漁夫 因為他們看起來很悠閒 看著廣闊的江面 讓我也覺得心情舒暢 謝謝您的聆聽